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財經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吃火鍋不能缺少的 就是這魚腳蝦腳 甚至是魚卵捲還有蟹味棒 這些魚漿加工品 其實大有來頭 魚腳本來是從廣東 汕頭一帶的料理 一大掌就要到魚港去 取新鮮的魚貨 然後取肉 把它做成魚漿 然後必須要摔打 搓絨 讓魚的魚漿的特性變強 變強以後 它就在桌面上擀 擀成0.6mm的薄片 非常適合耐煮 當年國軍撤退來台 把這些好味道帶到台灣 食品業者將它發揚光大 一賣就是45個年頭 現在這些產品不只當火鍋料吃 還可以變身異國料理 我們的魚餃可以在滾的時候放下去 可以增加它的Q度 煮熟後的魚餃 搭配紅蔥頭 奶油 番茄等 調配而成的醬汁 就是一道充滿意式風味的 托斯塔尼魚餃 魚卵捲加上檸檬和黃瓜 成了和風沙拉 還有尋味棒淋上柴魚高湯 也是一道創意料理 肉的味道 然後和我們的醬汁配在一起 都覺得很搭配 我覺得這種風味比較稀釋 蠻特別的 火鍋角類每年產值高達25億 傳統老味道 現在要用創新手法 征服消費者味蕾 記者接管紅公林倩 台北採訪報導 下集中